以前在四川成都 有一个宝光寺 有一位出家人 他是当寺庙的总管 这个宝光寺的管家 他就是有施主供奉他一些黄金白银 要给寺庙的 那他就拿了一个宝瓶把它装起来 这宝瓶有的是有盖子的 装起来 装起来他也没有说要贪污 那他把它收起来了以后 要做这个寺庙的常住生 这些出家众 大家的生活受用的 共征的 然后他就把它放在床边 出去办事 晚上回来睡觉 也忘了这个事情 他那个床木板也空心的 有一个床缝很大 这个宝瓶没有放好 就掉到那个床缝 就碰掉下去了 那这个管家这位僧人 也忘记了 那回来就完全没有想起来这件事 可能事物很忙 像我们同修这个红法同修在办道物 大家都忙得这样出心大意 这个也要小心 尤其是金钱的事情 或有关大家的因果会命的事情 你都要小心 他都有不可思议的因果 然后呢 没有多久这管家僧人就舍抱死掉了 死掉以后 有一只黄牛 突然冲到这个 保光室里面 直奔那个管家当年的房间 然后看到管家生前的床 就跳上去用牛体在那边踹 啪啪啪啪在那边踹 一边踹一边痛哭流涕 然后用牛脚把当年那个床缝给撬开 大家才去看 怎么有一个宝瓶 里面这么多黄金白银 大家就是 就去拉住那只黄牛 用手去捏那黄牛的牛脚 那个出家僧人 吓一大跳 牛脚上面就浮现当年的管家的名字 所有看的人都不寒而栗 吓死了 现世报 然后就很同情他 就把他买下来 就养在保光室 把他养到舍抱为止 后来他们这个牛死掉了 他们就把他火化 把牛脚留下来 干什么呢 历任的管家在交接职务的时候 就要把这个交接下去给他看 你看看我们前任管家的牛脚 还有他的名字 后来他们在保光室 很多人看到那个牛脚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给毁掉了 但是有很多的老老老妈老僧人 都还知道这个故事 所以这个英国夜报相当可怕 他也不是故意要去贪 他忘记了 或者把他遗失了 那是十方信师 当生堕入出生道 你看看 就是非常可怕 做佛事的人 或佛事的同修 你一定要见慎恐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THE END 字幕志愿者 则